哎唷聊世紀 天天都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伊索畢亞人對上謝謝里了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青色是選擇了 伊索畢亞人 伊索畢亞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弓兵的射擊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弓速最快的弓兵呢 讓他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存在 如果你封建讓他弓兵囤起來的話 你可能上城堡時代初騎士 也有可能壓不回去 所以要特別小心伊索畢亞的 22匹雙射箭牆小弓開局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話 甚至連毛病都可以輕鬆地反擊回去 那伊索畢亞人呢 他的特色還有分級詞 會得到100肉跟100斤 那他的打法比較偏向 弓兵跟步兵文明 他的騎兵不太行 只有這個沒有三級馬鎧 也沒有品種 而且伊索畢亞的駱駝 是比較難用一點的 雖然他有駱駝 但沒有這個品種的關係 血量非常少 但是他可以點一下皇族血脈之後 他的寶兵 彎道勇士 還有這個駱駝呢 都會獲得減3點的 這個近戰傷害的效果 所以伊索畢亞在後期 這個駱駝可能還是要事情晃出 主要大部分呢 遇到對方騎士的話 還是要出重裝長槍兵 去做防守會更好一點 那後期的精冠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投石車火炮 落地的範圍 更廣闊一點 所以伊索畢亞後期呢 也像是波西米亞一樣可怕的存在 好 接下來看一下西西里人 那西西里人呢 每升一個農田科技呢 都可以增加這個農田的肉量 而且西西里人喔 還有這個鎖之甲的關係 但他的騎士喔 非常坦 遠防加二 近防加一 那西西里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所有的陸地 軍事單位喔 都有這個額外減傷的效果 像例如他出強武的話 對上戰毛兵的話 打的血量會比較少一點 出騎士的話 也不太那麼害怕槍兵 所以西西里人 算是一個蠻適合新手 去出騎士爆的一個文明 那西西里人來說的話 他的玩法配置喔 所以是比較特別的 那我們待會可以繼續往後面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文明 地圖喔 可是文明 那目前看到西西里人 上方是有石頭 下方有黃金 右邊有這個黃金 左邊有黃金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右邊有一坨金的話 是還不錯 但他有個很大的問題喔 他的樹木喔 全部都在前面 這會讓他造成喔 他後期喔 或是中期的時候 很容易會有斷木的問題出現 所以這邊可能要思考一下 要怎麼往前開闊出去喔 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課題喔 那分數來說的話 雖然金跟果汁都在後面喔 但完全不及格喔 就有這個 三四十分的地圖分數喔 最主要是木頭的問題喔 還有這個 附近也在前面的問題 好 那來看一下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這邊的話 木頭在後方 木頭有三個繼續 但是這個前面不看的話 只算這邊 還有右邊這裡喔 那金跟果也在前面 那附近的話 是在左邊的位置 還有野石 還有一塊附近在前面喔 其實也很差喔 都是三四十份的地圖 兩邊都是差不多爛的 好 那目前看到 對手西西野人 直接前壓了一根均銀 看起來是要來搞死了 但是要來插塔 插這個城樓 配上小弓 好 先補一個射箭場 那伊索比亞這邊是轉出了民兵開局 好 我們趕快按 城樓直接插在前方 這邊按的是房子喔 還不是城樓 好 這邊直接把民兵包起來打 好 伊索比亞直接在前面 起了一根劍塔 這邊城樓要插在哪個位置呢 落馬進去看一下 OK 對手決定要保住自己的黃金礦 原來他這邊想要出弓兵喔 去反制回去 但西西人這邊看到對手 開始挖金礦喔 反 這個 本人式的 就開始按下毛兵了 結果對方轉出來的是裝甲步兵 哇 這個裝甲會很痛啊 OK 裝甲步兵第一時間被收掉了一隻 但是有兩隻村民機殘血 有一隻村民直接應聲倒地 反擊回去一隻 但這隻殘血村民沒有拉回家 反之回去再幫忙打 好 那這一波交換來說 西西人已經受到非常多的經濟損傷了 他拉了四村出來 一直沒有工作之外 還被收掉了一村喔 那塔攻威力爾會被減少很多 好 那西西里人決定要在前方 直接插果子喔 而不是要來三叉 那西西里人這邊還沒有去挖石頭 所以這邊塔攻攻 可能只是個洋攻 並不是他主要的進攻方式 有可能這根劍塔插完喔 就會直接回家喔 也有可能 好 這邊毛兵直接到了後方 那伊索比亞這邊是 工兵沒有在繼續出 好 黃金礦有在挖 但工兵數量只有四隻而已 並不是很多 好 三隻工兵繞到了後方 走到了西西里人的家裡 但家裡什麼都沒有 其實有點危險喔 雖然有危 但可能意義不大 因為工兵一進來就爆掉了 好 這邊伐木的村民有點 調配不是很好 亂跑了一下 上面再燒圍一下 看到工兵 這樣子走來走去 還是有點害怕的 好 走進來 直接被射掉 哇 只剩下一隻工兵 有點小小的受傷喔 好 伊索比亞在上方呢 也是繼續開了新的伐木場 覺得這邊被毛病騷擾不是辦法 那工兵一樣繼續存喔 這邊就要看伊索比亞 要不要再下第二個射箭場喔 但是如果這邊下第二個射箭場的話 上城堡時代會更晚一點點喔 所以 要至少是要先下射箭場 也是要先下農田 好 這邊出了 五隻工兵 再繼續往前走向西西里人的家裡 好 伊索比亞 機器人這邊挖了石頭之後 開始又插了一根箭塔 左邊還偷挖了黃金 石頭直接三個人開採 好 但家裡的工兵又過來 有機會走進去嗎 但左邊有洞 哇 上方直接爆炸 這個圍還來得及嗎 這個房子只有20滴血 難受咯 西西里人 好 左邊這根箭塔建起來 再繼續把這個箭塔給圍死 好 但這邊已經把這個房子給射掉了 這邊村民只能逃難 西西里人這邊有點慘啊 好 工兵再往回拉打一下 後面毛兵過來救一下 應該可以解掉 當然伊索比亞人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好 這時候補下第二個射箭場 雙射箭場來說 對伊索比亞人是一個很強大的武器 那大衛生操城堡時代 也可以考慮直接三射箭場 出工兵 然後再轉出二級射 跟弩兵 那這樣的打法其實是蠻強力的 好 那來看一下伊索比亞會不會轉三射箭場呢 還是要雙射箭場 轉大學 彈道學 而且是一個很適合伊索比亞的開局方式 好 看到這邊伊索比亞二級射跟弩兵已經升級 西西里人這邊城堡時代已經升下去 工兵台甲一級一防野點了 好 正面也圍好了 好 這邊工兵速度很快 拉打其實很痛 但對方高打低稍微反制回去一下 五隻工兵繼續往前進入 好 這邊可以考慮直接射掉木牆走進去 讓後面毛兵過來 西西里人還是想用毛兵去反制回去 好 教練補了一個修道院 開始在出老頭 下方工兵還在追逐當中 繼續往左走 結果左邊這個木區被抓包 結果只能拉走 哇 西西里人的木區真的很難受 好 當然西西這時候也補下了二級射 準備要來轉戰毛兵 戰毛兵開始慢慢產了出來 數量上也慢慢夠了 防禦可能待會還是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不然伊索比亞的攻兵攻速太快了 還是有可能會反制回去 戰毛兵 雖然有二級射的話可能不太會了 好 這邊伊索比亞決定要轉出頭石車 要來反制戰毛兵的部分 正面的部分插兩根劍塔 就沒有繼續再繼續升插了 那這時候伊索比亞人也挖出了移動城堡 那城堡的部分 可以考慮直接蓋在正面這個地方 把這個防止低調 蓋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拆掉這個城樓 附近的部分也可以稍微防守到 好 當然這邊伊索比亞人 並沒有想要防守 而是進攻 那這樣也不錯喔 別人這邊可以傷到對方的門面喔 而且這個大量木區喔 直接被空下來 他勢必要到左邊或到右邊喔 去伐木阿 好 投石車再砸到了一發 這一波前壓給的壓力非常大 投石車沒有砸到 來看一下這邊操作 投石車殘血拉走 著想了一隻戰毛兵 投石車直接把老頭給打掉 戰毛兵回頭打了一發 投石車沒有拉起血量 直接被正毛兵給打掉了 好 城堡一蓋好了 開始轉出彎道勇士 彎道勇士呢 也是我俗稱的玻璃大砲步兵喔 這邊他的血量非常少 防護也是喔 但是攻擊力特高喔 16攻 我覺得用玻璃大砲來形容他 可能也蠻適合 好 城隆掉了之後 這邊攻兵就會往前了 但伊索比亞這時候 還沒有點下大雪 彈道雪也沒有 所以這邊奴兵進來 只能做個驅趕喔 要殺村民的話 可能只能打個一兩村 就是個極限了 一村 二村有機會了 OK 村民趕快繼續退 希希人這邊被打得有點慘 四處逃竄 左邊的部分沒有繼續進攻 反而是全力在防守當中 好 那希希人3TC開一下 補下了一個四級 大家可以做個買賣 那希希人現在要反制回去喔 除了出戰毛兵之壞 也可以考慮 出一點少量的騎士喔 去反擊喔 但騎士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多一點肉 那他現在3TC在運轉的關係 肉量可能要全部給村民用 會比較適合一點喔 騎士可能沒有那麼的好 畢竟還要轉戰毛兵嘛 對不對 都一樣也需要夠多一點 他有騎士的好處的話 就是可以給對方更大的壓力喔 對方可以去後面騷擾 但是你只出戰毛兵的話 對方的壓力就會很小 這也算是一種心理戰的一個範疇 你只要出少量的騎士喔 對面就會色色的發倒 甚至會一直去提防後方 或是其他地方 好 這邊看到吸吸引人投射打個一發 直接換掉了 吸吸引人這時候 也要拉村民往前走 這邊是想要蓋城堡的意思嗎 但是一所被他第一時間 在他這邊蓋下一個城堡 兩邊投死車互換 兩邊都是損失了投死車 但吸吸引人這邊也是直接棄手 沒有打算要守住這個城鎮中心 好 開始往左邊開闊木頭過去 但村民大部分都在移動 好 今天也要把城堡 蓋在一所BR的家裡的門口 又來控制這邊建塔 還有城鎮中心 哇 這兩個很棒喔 這邊奴兵怎麼被投到了呢 這個投死車立了大功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倒的 追放一下 好 投死車一出來 結果撞到 但就從沒有看到 投了一發 但彎道老師已經在輸出 再一發 打下去 原來是這樣送掉的 好 那看到彎道老師 開始慢慢轉出來 步兵的鎧甲也升級了 吸吸引人這邊轉出的是 步兵鎧甲升級 但一所BR呢 也是轉出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想要來增加一下彎道老師的防禦力 這邊打村民很痛喔 三刀就可以收掉一隻村民 但城鎮中心射彎道老師超級痛的 右邊有少量的村民 吃鹿被抓包 直接彎道老師給打了回去 但兩邊都要互相傷害 現在希西里這邊 派了一些薩金特衛兵走進去 哇 這一波互相傷害有點精彩啊 好 薩金特衛兵也是繼續量產當中 開始暴打 挖金黃村民 還有農地的村民也都在被燒垃當中 兩邊的燒垃程度不分上下 那村民術來說呢 還是伊索比亞 這邊領先 97村對上84村 那世界隊來說 希西里人 用薩金特衛兵去燒 是一個 最近殘兵的資源 這個城樓都在前方 要及時殘出來 其實問題不大 但是後續的進攻喔 如果再繼續產薩金特衛兵喔 可能會讓自己很難生時代喔 甚至會有斷村的問題 所以待會喔 他待會還是要開一些城市中心出來 繼續開農上去喔 但是... 伊索比亞 那伊索比亞這邊轉攻兵打 薩金特衛兵 也要一定的數量 也不是那麼好打 所以我覺得還是繼續出薩金特衛兵會更好一點 3TC 現在這時候開農 感覺不太好 因為現在這個大量農田喔 已經被騷擾到了 據說比亞這邊村民術已經有點 變得跟CC一人一樣 好 但家裡已經拉了一些彎道士回房 城堡繼續往前升推 但左邊沒有城鎮中心了 只有一根城樓在而已 好 這邊老頭繼續著想 薩金特衛兵數量開始越來越少 哇 老頭數量一出來之後 薩金特衛隊可能就很少 很難打到東西了 好 那這個地方喔 很適合開始轉農了 但現在要轉農的話 其實也不太容易 對方一直升差城堡 左邊的附近被控住了 看要不要在右邊 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喔 把這塊金給拿下來 然後後面再灑出更多農田 沒有錯 就是這樣子 然後左邊看到石頭去挖一下 然後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去做一個防守 好 右邊挖金礦村民 直接被薩金特衛兵給抓包 逼退了回去 13隻村民直接被拉走 好 好 那有老頭來救一下 目前看到這一波兩邊的交換喔 感覺 一手BR是比較佔優勢一點的 那西西人這邊則是開始落入下風了 老頭已經數量對接起來 直接招搶三隻薩金特衛兵 薩金特衛兵一走進來就被招搶掉 損失慘重 好 後方還有更多的彎道 是在右邊想要控這塊金 那左邊金也被控下來了 所以西西人呢 現在是金礦喔 有點危險的狀況喔 但目前還好 左邊還有這塊金在偷挖喔 所以還可以繼續生活下去 但後續喔 就會有點困難 好 這邊西西人 這邊偷點了帝王石袋 他還有這塊金 不好意思 他的主金在後面 好 這時候 一手BR轉出了衝車 直接想要拆除正面的城堡 好 用薩金特衛兵 直接拆掉了正面的衝車 好 後方的城樓 還在繼續射箭當中 這邊直接要撤了 好 彎道龍是持續在右邊 去控圖 讓他不要把他旁邊的金礦 好 補了一個城樓 想要繼續升叉 好 更久的彎道龍是衝了進來 西西里能夠扛得住嗎 好 逼退了 好 薩金特衛兵 想要進去 但是看到裡面有四隻老頭 沒有打算要繼續往前 這時候突然點下了銀罐 第一次十字運動針 只有兩棟城鎮中心就按下去了 那按下去之後呢 讓他的單位有抗招降能力 所以現在遇到老頭 沒那麼害怕 但是還是被招降掉了兩隻 哇 尷尬了 這個第一次十字運動針 好 但是至少把老頭的問題給解決掉了 然後出來的 薩金特衛兵呢 也可以去右邊喔 去解一下彎道勇士的問題 好 看起來這一波打起來 薩金特衛兵做到了一些事情 但正面的騷擾部隊喔 已經快要被解乾淨了 彎道勇士直接回救 好 伊索比亞這邊資源了 也可以點到帝王世愛了 也可以點到帝王世愛了 資源有點多啊 黃金有點少了 好 終於把右邊收復 可以直接補一個城鎮中心在右邊了 那 西西能遇到打彎道勇士這個情況喔 其實用寶兵去打是可以考慮的喔 因為體質上來說 是可以打得贏彎道勇士的 因為升到精銳版本的薩金特衛兵喔 血量是高達85滴血的 而且雙防喔 就天生四防的天生能力了 那 點到三防之後呢 就有七防的能力 彎道勇士呢 打一刀只有十滴血左右 那薩金特衛兵呢 總共可以打到十五滴的傷害喔 打這個彎道勇士喔 打個四下就可以收掉了 所以 以正面戰來說喔 我是比較看好西西里這邊的 那彎道勇士的話 其實不太優秀 正面對決的情況下 所以伊索比亞人可能還是要 轉個弓兵阿 或者是要轉個投石器之類的 去防守會更好一點 但薩金特衛兵喔 是比較害怕火槍單位的 好 這邊找我想一下 但是想要守住正面的巨型投石 但可能有點守不太住 伊索比亞用大量的彎道勢 直接正面硬扛了薩金特衛兵的傷害 巨型投石 最後一發 能夠拆除掉這棟城樓嗎 還有一發 但這裡沒有空 頭石出去了 拆掉了上方的 唉 我歪了 最後一發 居然打歪了 OK 升到精銳之後 彎道勇士 就是有點打不太贏 薩金特衛兵 好 但薩金特衛兵 這邊突然被包抄 萬丈龍是直接夾擊 給到了這邊 希西琳大量的步兵的傷害 殘血被拉回家了 好 這邊突然反打一下 果然萬丈龍是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哇 甚至變得有點 五五開的感覺 但最後還是收掉了 希西琳的薩金特衛兵 好 這邊正面想要拆除 巨型特術兵 有機會嗎 希西突然上方 突然蓋一個城堡 直接控住了 上方的一手 畢亞的墓區 哇 這邊打得非常 的水生火樂 你來我往的 好 但正面的城堡 山東城堡屹立不了 可能要從右邊這邊開始 產出巨型特術兵 拆除正面的問題 正面戰來說 世西還是有優勢的 伊索比亞可能會 越打越劣勢 這邊越暗刀勇士 爆更多量出來了 但是數量一少 還是會被反制回去的 好 暗刀勇士數量 看下降一些 薩蘭丹薩斯特衛兵 有點在下水餃 兩邊都在瘋狂互打 好 這邊也身為 精銳彎道勇士了 攻擊力變成十八攻了 哇 開始有感了 好 彈彎道勇士的優勢就是跑得快 聚集兵力喔 也是更快速一點 好 這邊薩金特衛兵 直接一個高打低 後面城堡也是高地傷害 收掉了一些彎道勇士數量 但左邊這個部分 巨型頭司機也被拆掉了 兩邊巨型頭司機都在曝拆當中 正面城堡也不能產出 更多的巨型頭司機了 反正在下方 補了一個城堡 看可不可以把下方的師弟給拿回來 好 這邊彎道勇士 就是可能要來守司城堡囉 城堡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左邊的城堡 前方已經被拆除 後方的伊索比亞的巨型頭司機 也在往前進攻當中 好 這邊薩金特衛兵 直接拆除掉了巨型頭司機 後方的城堡能夠拿下嗎 OK 彎道勇士 這邊數量一直維持在二十幾隻喔 感覺看起來是不錯 但其實伊索比亞人的經濟 已經大爆炸了 剛剛薩金特衛兵一衝進來喔 剛剛吐了滿地的村民阿 所以現在伊索比亞人村民數只有九十五村左右 那謝謝里人則是一百零三村 村民數還在慢慢上升當中 那彎道勇士產量也沒有像剛剛有那麼多了 這邊還有少量的薩金特衛兵在騷擾後方 哇 這一場各種多線騷擾 但是 萬代勇士的主力已經開始南下 去營救下放城堡的問題 薩金特衛兵也想要南下嗎 這時候直接往前衝了吧 拆掉這個巨型頭司機 那個南下肯定追不到喔 萬代勇士跑太快了 好 這裡分了一個兩隊 少量的萬代勇士直接到前方 哇靠 直接 刮掉了 正面的巨頭 後方的西西里 也沒有拆掉巨型頭司機 尷尬囉 正面城堡也被拆除 難道西西里人要輸了嗎 好 伊索比亞人在前方補一個神堡 但右邊的黃金礦 已經被西西里人給奪了回去 所以伊索比亞人這邊可能要 顧慮的是 待會西西里人 突然爆洗經濟來的話 自己的應對手段 可能還是要思考一下 但好像也不是非常困難 他只要我獲得更多黃金 轉出更多的萬代勇士 可能還是有機會 哇靠 這一波薩金特衛兵有點送阿 正面送掉有點虧喔 這一波的西西里超出有點失誤 大量的萬代勇士直接解決掉了 西西里的薩金特衛兵喔 尷尬 全死光 這一波 水餃下的有點好吃 好 左方的萬代勇士衝過來 好 左方的萬代勇士衝過來 好 這個劍塔建起來 但萬代勇士瘋狂多現騷擾 薩金特衛兵也是不甘失落 兩兵都在互相傷害 哇 好久沒有看到這種互相傷害場了 好 這次換薩金特衛兵直接手勢城堡 這塊金看起來 要被西西里給奪了回去 現在西西里直接退守家裡 3TC繼續運營 好 這邊本來要點三級射 但直接發現 忘記補三級攻了 馬上補了一個三級攻 哇 這個數量 38隻 對上正面的20隻 好 薩金特衛兵直接回首 但後面有城樓跟城堡 萬代勇士能夠扛住這邊的傷害嗎 好 直接流到後方 直接刮掉了一台 巨型特衣機第二台 也要瞬間刮掉 修都很難修的回來 好 但刮掉之後 問到龍斯的目的 也大功告成了 好 這樣子自己的城堡不會被拆除 兩台巨型特衣機 還有機會可以反推回去 但是家裡的薩金特衛兵的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掉 哇 這個打到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住還在108村 好 突然薩金特衛兵直接向前 跟 彎道勇士 正面開打了起來 讓彎道勇士補兵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每四秒鐘 就可以產出一隻彎道勇士 超高速生產 只要有支援 Esovia就可以 使出洪荒之力 瘋狂生出彎道勇士出來 但Esovia這邊三弓一直沒有點下 所以這邊可能會造成 他這邊可能會越打越虧 因為薩金特衛兵已經三弓三防都點好了 好 但右邊的金礦已經挖完了 只剩下右邊這塊金 那正面的部分 吸吸引人 黃金數量有點缺乏了 這塊金要是搶不下來的話 可能會缺金喔 好 這時候吸吸引人轉出了馬鎧 好 這時候吸吸引人轉出了馬鎧 好 這一次大戰優凱打起來 薩金的衛兵直接向前 但是發音數量寡不敵重 選擇了撤退 那這裡不進夠的話 城堡可能會被拿下來 如果被拿下來的話 正面就失守 黃金礦可能會躲不回來 但希希這邊在轉兵的關係 所以正面的肉量也很缺乏 黃金也不太夠 右邊挖黃金村民也是被反殺了回去 直接收村 現在希希引人正式斷金了 尼索比亞人 這裡還有二十個人在挖黃金 當然左邊已經轉出了馬鎧 想用肉馬去燒了後方的金系 好 左邊下了一個新的軍營 也蓋了一個馬鎧 品種這時候研發好 但右方的黃金沒有辦法安然的挖下去 正面的煞金會對想要逼退對手 隨時打出了一些傷害 但是最後大軍沒有打 直接打出了GG 哇 這一波打起來的話 鹿子誰手還不好說啊 兩邊血量差不多 但彎道龍是有明顯的 數量上的優勢 一倍的數量 所以真的打起來的話 可能還是一手比亞會贏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這樣子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就是有 一手比亞人 這邊拿下食物 木材跟黃金的勝利 史料則是輸了一點點 但希希里人這邊大部分的資源都是輸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希希里人 希希里人這邊是前期點下了這個輪軸技術 但是後期 他沒有補這個輪軸技術 那個手推車技術 所以經濟量上來說是少了一點 那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還是這個川迷術 有這個差距再的關係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點這個惡農 也有一些問題 但我覺得 剛剛這樣兩邊互相傷害的情況下 希希里人資源量輸到五千食物 其實是有點多的 那其他資源少輸一點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輸到五千食物是有點 真的是太多了 那還好一手比亞這件是比較專注在故農田的部分 所以沒有讓他的彎戰武士有這個斷肉的問題 然後一直有這個村民 可以繼續產出來 繼續復更 即使被殺了這麼多村民 兩邊都被殺了一百多村 但最終還是可以穩住自己的肉量 反殺回去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再見 下次見 大家大的喜ín 拜拜 我們很心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